尤其是两个礼拜之前 我们的对岸 又是来用船舰来围绕回宫 就是他们在经验 让我们有点有感谢 有压力 有人知道吗 还是已经前几年也是 几乎全部的话 把台湾海峡还有太平洋 整个台湾小小地方都围绕起来了 让我们感觉到真的是有压力 这个也是我们小小的一个台湾岛 被困着被围绕 甚至可以讲说还不至于是围攻 只是他们在经验演练的时候 或者是说经常 甚至上次总统大选的时候 还挥过我们的领空 或者是常常有 让我们觉得很没有平安的时候 有这样子的一个困难 一个困境在的时候 但是呢 很感谢神 不管对岸怎么样 但是呢 我们呢 我们你看台湾目前 对岸那一集在经验的时候 那我们台湾的民气越想亮 让全球都知道 以前台湾好像是确身不明 办什么事情的时候 非常的 在国际间非常不方便 但是呢 最近你看哇 台湾好像全球都知道 我以前才知道 最近有台积电 没多久说 还有飞达 那个老板是水果都不晓得 但是呢 不知不觉 因为有手机 有资讯马上就知道说 哦原来是做科技的 AI科技的 或是半导体电竹米 世界少不了台湾 就因此台湾好像 就好像从这个 没有人认识的 或者是说受弃压的 或者是常常很委屈 在国际的一个状况之下 突然好像冒出来 突破那个困惑 突破那个困惑 杀出一条路来 那我们真的 最近大家有看新闻吗 有看到吗 牧师是脱师上的福 他听了我也听了一些 所以要不然的话 国际之间的事情 也不是很了解 也不知道 但是也感谢神 让我们不知道也很好 因为过得很平安 也不知道 我们有受过威胁 也不知道我们国家 是受这么大的委屈之内的 真的很感谢神 那么困境 困境 你有什么困境呢 相信每一个人都有 但是困境是很主观的 有人觉得 有人觉得说 哎呀 曾经有一个姐妹太太去上班 她平常是没有在上班的 那因为那先生工作 事业不怎么顺利 所以她就宣布破产 就出去上班了 她回来跟我讲 好累 我问她说你做什么工作 她说她在电子公司上班 当作业员 我说哇 我心里想 这个很轻松啊 电子公司上班 作业员很干净啊 又安静又干净 环境很好 然后呢 准时上下班的 很好啊 可是她说好累好累 其实我 如果我心里在想说 哎呀 又没有像纺织工厂 噪音这么大 而且那都是没序 也没有像铁工厂一样 铁工厂的噪音也是很大 而且环境是污染的 所以你看 每一个人的对于困境 都不一样的反应 还有公务人员告诉我说 噢他们工作好辛苦好辛苦 我说 后来我曾经有机会去代班 我一进去代班的时候 哎 告诉我做什么 早上呢 先把报纸铺好 这是分类报纸 然后呢 没事的就喝杯茶 然后呢 很多人围绕我开始聊天 我说 噢这个叫做工作的好辛苦 可是我也觉得好累哦 这么一大群人无所事事的 来聊天聊八卦的也好累哦 所以困境对每一个人都是不一样 所以不管困境如何 我们刚所读的经文 上帝就是给我们会有出路的 就是讲到这个 我们先来看一下这张图片是什么的 这群小朋友呢 看到小朋友呢 拿着大水盆是干嘛的 这是柬埔寨 我在柬埔寨 拿着大水盆是什么 不去去河边洗澡了 也不是去玩的 他们要去上学去了 怎么样 架着脸盆跨河去上学 他们我想说 这个是我们旁边的人 旁观者看来好像是他们的困难点 可是他们热在其中很好玩的 好再看看我们这一边的 有没有很熟悉 就在路口 珠海路跟大业路口 什么 维格小学 维格小学一到上学时间 放学时间 我们的马路都被堵了 车子好多哦 有没有感受到 几乎 我每次说哇 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困境什么 附近的居民觉得出路很不方便 而且很吵 因为大量的车空气也不好 几乎满满满的 就是整个有游览车 有校车 有交车 这个都是父母来接受的 所以每个困境都不一样 那我们看到这个图案里面柬埔寨的小孩跟我们北投区这个小孩 你看看他们怎么样 真的是环境不一样 还有啦 哇他们所生活的品质也不一样 也许呢 这个柬埔寨如果到北投来他很羡慕我们这边北投区的小朋友 那我们北投区的看到这个图片也许也很羡慕他们好像是没有什么压力 就是没有压力就是上学是很好玩的 所以一个困境里面不同的见解 所以你不要看威格小学看的是父母接送或者是校车接送的话 他们早上上学不是有时候不是马上回家 还有客户辅导 所以我们旁边的马路两旁的都有补习班安清班之类的 但是这两边的生活环境不一样 有一个贫困的有富足的 这里面就有一个经文里面 他使人我们一起读 他使人贫穷也使人富足 使人卑微也使人高贵 但是神他必保护圣民的脚步 十二人在黑暗中极然不动 人都不能单靠力量得胜 这是单凭有力是不能成功的 这是哈拿 哈拿他有他的困境 我们还记得哈拿吗 哈拿他不能生育 然后他的先生的小老婆常会生小孩 所以常常激怒他 常常羞怒他 让哈拿很伤心痛苦 但是跟神求了一个儿子沙姆尔 沙姆尔生下来断奶之后 就把他送到圣殿去服侍神 那个时刻他就是做了感谢的祷告池 很美的祷告池 那哈拿完全的交通 她说贫穷富足卑微高贵 都是神所设立的神所安置的 每一个人在自己的本分上 好好活就好了快乐喜乐的活就好了 所以很感恩哈 困境跟出入 有困境就有出入 每一个人的困境的一个心 在于我们自己的心态 我认为我被困住了 但是呢 虽然身体被困住 但是我的灵 我的心是可以活跃的 我们的视野是开阔的 可以想好 所以这里讲到 幼年富二元是好的 这个是耶利敏 在耶利敏埃根里面 耶利敏很年轻的时候 就被神夫召当上帝的代言人 就先知 耶利敏如果我们可以去回家 有时间读一下耶利敏 哇 这么年轻 他专讲上帝 传讲上帝的话语 每次传讲 每次都是挨骂挨揍的 因为人家不喜欢听的 但是耶利敏非讲不可的 但是呢 他还是感谢神说 我年少的时候 我富二就是富于上帝给他们的重任 富二就是背着重担 富二是好的 小时候操练是好的 有操练 所以呢 我们看到这个图片里面 柬埔寨的小朋友 你看他的体力 一定比我们北投去这些小朋友 体力还要好 感谢神 这是上帝给我们什么样的环境 就是给我们一个什么出入 像我小时候 我小时候 清晨 读小学生而已 读小学大概一二年级的时候 因为我们家有养猪 牙羊很多的动物 我一定要很早起床 甚至要比太阳还要早起来的 那个时候没有闹钟 可是上帝就是在我们里面 设立的一个自动醒来 你知道阳光还没有出来的时候 你就可以起来 因为你不比太阳早起的时候 很多事情做不完的 而且你不早一点起来的时候 因为我们要去买豆渣 喂猪的 不早一点去的时候 豆渣就卖完了 所以呢 你看看上帝给我们什么样的环境里面 就给我们什么样的力量 可以去承担的 所以不用担心 其实困境也是给我们 是有压力 但是也是给我们成长 更加的茁壮 那经历 经历更多的思念 就是可以更劳累一点 这是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 所以你们所意见的事态 不会是人所能受的 所以我们每次经历到很多的 我们觉得说 哎呀这个好烦人的事情 哎呀所不喜悦的 或者是突发事件出来的一件事情 上帝说 都是神允许他发生在我们生命里的 上帝是信实的 必不叫你来受试探 各位所能忍受的 我们最近读的约伯记 看到约伯记 哇这么的 一天之内损失所有的财产 儿女都不见了 接下来呢 身体都长疮 健康都出问题的时候 耶伯还站立得住 还是不会去活认上帝 他还是赞美神 说收取的 赏赐的是耶和华 收取的也是耶和华上帝 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 他还是赞美神的 所以呢 他深知到他受苦之后 神必给他一条出路的 一定他可以忍受得住的 我们看约伯记还没有读完 但是呢 可以看约伯呢 虽然很痛苦 苦愣很痛苦 但是呢 神还拆派了三个朋友 还跟他倒水过 就是变来变去的时候 可以减轻这个痛苦的压力 好我们看一下这个试探 通常呢 试探呢 跟试念呢 会连结在一起 试探 总规矩就是一个考验 好我们来看一下试探 跟试念有什么不一样呢 我们先看试探呢 这个来源 这个试探来源是外在的 就是撒旦还有内在的自己的私欲 自己的欲望 然后通常呢 就是一个做错的事情呢 为了就是要满足自己的私欲 或者想获得更多的利益 那结局呢 就是犯罪堕落死亡 就好像一定年里面的 亚当夏娃一样 没有马上死亡 但是罪呢 延续到如今的我们 必定人人都有一死 因为罪 因为罪的关系 人人都必有一死 死后且有审判 感谢神透过耶稣 我们可以安安的回到天家 那试念是什么意思呢 试念它的来源是上帝的考验 或者是外在环境的 让我们承受的一个压力 有时候是做对的事情 但是呢 遭受到患难逼迫 像现在 你在社会上工作 特别现在的高官里面 诈骗集团 整团的警察局 还有法院里面的法官 整套的跟那个 这个厕所诈骗集团呢 是连结在一起的 哇 对 哎 连律师都是的 这个是同流合污的 但是呢 当中如果有一个人 不愿意跟他们搭配的话 就遭受逼迫了 甚至要被迫离职 甚至呢 有时候遭到暗伤 你看多了就是这样子 你那一个害群之马的 就是不是害群 就害他们这一群人 少收了利益的人 就是你看看 他做正确的抉择 选择不同流合污 但是他遭到疲惑 然后这里也讲到说 基督徒在主前三百多年 就是耶稣那个时代里面 尼罗马时代 那个时代里面 基督徒要信靠耶稣的 就有生命的危险 除非你否认耶稣才可以存活 如果不否认耶稣的话 都送到竞技场 跟野兽活斗 你就知道下场如何了 但是他们还是怀着高兴 感觉说很感恩 觉得说为主受批迫 与主同受苦 他们是值得的感到高兴的 经过思念 职命就成熟 而且得胜的生活 得胜之后 就是得荣耀 得奖赏 感谢主 这个讲到试探 耶稣也曾经受试探 耶稣呢 在天荡河受洗 就是施洗悦汉 帮他受洗之后呢 被圣灵充满了 天开了 从天上有声音说 这是我的爱子 我所喜悦的 耶稣被圣灵充满了 就被圣灵带到旷野去 四十天受魔鬼撒旦的诱惑 这一段大家还记得吗 马太福音 路加福音 都记载在第四章里面 好 这个撒旦诱惑他什么 诱惑他 经文里面记得三句话而已 你若是神的儿子 四十天下来 你若是神的儿子 你可以把石头变面包 但是耶稣说什么 耶稣怎么回答 饿得要死很好 马上一句话 石头变面包 马上就解决问题 但是耶稣遵照上帝的话 天父的话也说什么 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 而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 所以耶稣可以抵挡 第二次再来的话 说什么 撒旦把他带到殿顶上高高的霜 你若是神的儿子 你可以跳下去 上帝必叫人把你拖住你的脚 不会怎么样的 那耶稣说什么 那耶稣说什么 不要试探你的神 不要试探神的 他现在耶稣是神的儿子 也是人的儿子 他知道他的任务 他知道他的时间表 不用急 不用走捷径的 他还是按部就班的 所以他可以不被受视探 第三个呢 又受视探是什么 第三个 撒旦把他带到山顶上 看到下面的 在阳明山 我们如果在阳明山去看到下面的话 灯火通明很漂亮的一片 耶稣也被带到山顶上 看到下面的黄华富足 他说 山顶说你如果拜我的话 我把这一切都赐给你 耶稣怎么回答 耶稣怎么回答 耶稣说 要单拜我们的神 单单侍奉他 不是跟着魔鬼撒旦的 耶稣不走捷径的 求自负的 不是走捷径是按部就班 按照神的时间表 四十天受魔鬼的试探 四十天 这个牧师如果是牧师在里的话 一定会被诱惑走的 这个魔鬼不是只有讲三句话 一定讲很多话的 四十天不是三句话 我们看耶稣伯记里面 哇这个朋友辩论辩论 讲了一大堆的 所以这个会被洗脑 你知道吗 牧师过去年轻的时候 很容易被骗 常常损失钱财 但是呢 感谢神上帝都保护 曾经有一次 我已经分享过这个见证 哎呀去哪里投资 放高利的 你看看 我就是本来没有那个心 但是那个姐妹就讲的 哇 姐妹也常常上台做见证 他这么爱主 看来比我更爱主 我都还没有上台做见证 他这么爱主的人 所以呢 我就 哦好嘛 跟着你 你投资钱放在那边 可以收取高利 最后呢 又讲什么呢 哎呀 我跟你讲 我有认识日本的朋友 我们只要 只要 准备好行李 有人来接我们 只要过去到日本去 玩几天 都不用钱的 都不用钱的 到日本去就好了 然后呢 买一张机票的话 也不会很贵 心有点动 去日本玩 买个机票去那边 就有人接待的 有人带我们去玩 都不用花钱的 很好 感谢上帝 那个时候才三五十三十几岁 还长得美美的 可是上帝保守你知道吗 事情还没有到那个阶段的时候 已经爆发了 原来他也是诈骗集团之一的一位 真的 感谢神 损失钱财 但是人没有被 人还在 没有被运走 所以牧师现在还可以站在这边 要不然那个时候 可能不知道到日本的什么 流浪到哪里去了 感谢神 上帝都有保护 上帝都有保护 所以 魔鬼用完了各样的试探 我们就暂时离开耶稣 暂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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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魔鬼就是 太空太空 看看有没有什么缝隙 可以插进来 可以洗脑 可以把你怎么样拐骗到 从神的国度里面 拐骗到这个黑暗的世界里面去的 所以我们要很小心 就像这个彼得 三次不认主 耶稣 耶稣问门徒说 你们说 我是谁的时候 彼得第一个说出 你就是上帝的儿子 是基督 就是弥赛亚 就是我们的救主 第一个就认出耶稣是 第一个是这么的 这么的一个很属灵的 可是呢 耶稣被卖了一晚 就告诉他 先提醒说 基教已先 你要三次不认我 彼得说 不会的 纵然要为你死 我都可以为你死的 身上还带了把刀的 绝对是不会的 但是呢 信誓旦旦的 结果呢 还是一样 遇到状况的时候 忘忘了 马上 连续三次 基教已先 三次 还好基有教 提醒他 啊 基教了 我这样来 提醒了 基教了 我知道了 羞愧到 一定很羞愧 我看 这个犹大 耶稣的门徒 犹大 用三次量因子 麦子的时候 之后他 还悔的时候 羞愧到怎么样 上吊了 彼得呢 一定也很羞愧到 但是呢 他记得 主耶稣告诉他的话 回头之后 那一条出路是什么 回头之后 你要再兼顾你的弟兄 不是白白受苦的 这是人的软弱性 但是呢 可以 可以 爬起来的 所以试探是叫人跌倒 彼得这一次受到一个试探 摔得很惨 但是呢 试探 爬起来 就叫试探 试探是从神来 就是让我们有这样的一个经历 可以再去勉励 鼓励 激励其他 跟我们同样遭遇的人 所以 试探是什么样 常常让我们跌倒 我们可以 效法主耶稣 主耶稣 为什么能够胜过 试探呢 把上帝的话语变得很熟 信靠了上帝 知道完全降服神 上帝有上帝的时间表 上帝有上帝的规矩 所以按部就班 不要跑的比主的还要快 甚至不要为我们的神说 按计划 是我们要听神的 不是神来听我们的 所以要很清楚的 所以没关系 我受诱惑了 我跌倒了 我趴在地上了 但是呢 要爬起来 记得要爬起来 我爬起来 所以这个彼得呢 他经历过这样子的时候 他很清楚知道 他说什么呢 彼得写的彼得前述 你们说什么 你们要一起来蹲 你们要警醒 你们的仇敌魔鬼 好像吼叫的狮子 走来走去 寻找被吞噬的人 这个彼得很深刻的印象 撒旦是无所不在的人 就像我们现在的诈骗集团 无所不在 你有手机吗 你有电话吗 你可以收信吗 都有诈骗的痕迹在那边 要很小心谨慎 要看清楚是诈骗的吗 所以要多听多问 多看 不要被受骗上当的 牧师的朋友 也是当牧师的 也曾经傻乎乎的 拿着存折跟拿着硬件 就要出门匆匆的 还跟我聊天聊得很好 马上就要出门 你做什么 还拿硬件还拿存折 我要去邮局领钱什么的 马上给他阻止这样 免得损失的一大笔钱 你知道吗 还有这样结税的 结税 竟然要去领钱出来 汇款的 真的 你看看 牧师的同学会是傻瓜吗 也很聪明的 可是你看就是 就是会这样子突然间 一时的 一时的 仿佛好了 一时的失误嘛 就是这样子 所以呢 哎呀 这是不断的要操练 上帝不断的考验我们 有时候是反复的考验 才能够让人更加的老念 怎么老念 那就是坚忍 坚定的意志 能够信靠我们的神 看到各样的事情 我们能够有正确的判断 感谢神 那我们也可以看到保罗的困境里面有出路 保罗呢 我们曾经使徒行传也读过 保罗这个 这一生里面是很精彩 保罗是吧 一个突然 生命就变得很精彩的 这是保罗自己讲的很精彩的 其实旁边的看 哎呀 吓死人 他呢 被棍子打了 有传难 还有被 经常在监狱里面 被关了 被打了 被判刑了 然后里外不是的 犹太同胞 他的同胞 他们要杀他 外族人呢 也要害他 所以呢 里外都不是的 他经常在逃难当中 又要宣传福音 但是呢 他 他安然在其中 在监狱里面 里面写什么 喜乐 写书信 确明他 你们要喜乐 在患难中要喜乐 然后在监狱里面 传福音 凡是跟他靠近的人 哎呀 信耶 然后呢 被审判的时候 跟王 审判官 传福音 真的是保罗 保罗的困境里面 有一个 但是最大的困境是什么 不是外在的这些环境 最大的困境是什么 他内心里面 他内心里面有一个律 这一段话我们来读呢 我觉得有个律 就是我愿意为善的时候 便有恶与我同在 因为按着我里面的意思 我是喜欢神的律 但我觉得肢体中 另有个律 和我心中的律交战 把我辱去 叫我父从那肢体中犯罪的律 我真是苦啊 谁能救我脱离这举止的神秘 就像我们内心里面怎么样 我内心里面有一个魔鬼王 跟一个天国的王 两个在争战 争战我自己 我要跟着天国的王上帝的路走 还是跟着魔鬼的路走 在那边内心 有时候是跟着良心在争战的 真是苦啊 谁能救我脱离这举止的身体 这个身体总是好依勿劳的 总是想说 放松 身体呢 放松 放荡一下也无妨 看 这个身体 但是保罗说 这个身体会坏掉 这个是战魂 我们身体战魂 终于每天坏掉 坏掉了之后 灵魂啊 就归到主那边 好的无病 这是保罗说 他的情愿 与主同在 就是升天 就是舍掉这个身体的 但是保罗还是等候神的时间表 有时间 他说感谢神 这句话没有读完 感谢神 靠着我们的主耶稣 基督就能脱离了 就能靠着耶稣给我们的恩典 靠着耶稣给我们的人力 我们主可以胜过这个诱惑 胜过这个试探 好 耶博的困境里面 我们正在读耶博的困境 耶博说什么 我现在我的哀诉尽被视为悲逆 我所受到的惩罚也超过我所犯的错误 但愿我知道 能够找着上帝 让我可以走到他的宝座前 跟他说话 我要向他便宜 且听他的答复 了解他的心意 约伯最受苦的 他觉得他的困境 不是他的恩典 不是他的财产 是他不明白 而且不明白 他这几个三个朋友 外面又加了一个进来的时候 是什么 起初是安慰他 勸勉他 勸勉到最后 指控指责控诉他 真的是落井又吓死 但是他依然坚决说 上帝你在哪里 虽然看不到上帝 上帝你在哪里 我要跟你变白 上帝你在哪里 你知道的 上帝我要 你的心意是什么 那个上帝在哪里 他没有听到上帝的声音 所以他心里焦虑 这是他的困境 但是呢 上帝也是给他有出了什么呢 然而 我们一起来读 然而他知道我行行的路 他试炼了我之后 我例如今 这是约伯专心的信靠神 他专心的 专一的心智信靠神 他知道他所承受的这些苦难 都有神的意思在里面 神知道 但是呢 神一定会给他一个明确的一个答案在 他知道神 他知道神会给他出路的 所以他有这样的一个信心 所以他除了当下 约伯没有说 他老婆跟他讲说 去死也好啊 去死掉算了啦 那信什么神呢 但是呢 约伯还是坚定的依赖神 都有出路 跟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说 我们所受的试探啊 都是我们能够忍受的 因为我们的信心知道 上帝是信实的 上帝是信实 就是绝对可以信靠的 是我们可以确信的 上帝讲的话是真真实实的 不会让我们怀疑的 他必要为我们开出一条路出来 上帝是安待我们的 纵使我说现在所处的环境 是这么的艰难 但是神一定 我知道神一定有原因的 是向外面过去看一下 这个勇敢的 要面对我们人生的考验 看我们曾经有年轻过的时候 不得了是什么 每次都是为了三餐烦恼 哇 养而欲你 对不对 而且常常在忧虑吃什么 喝什么穿什么 有吗 也许年轻的一点比较没有 我牧师好像也不很年轻 那个时候结婚 不过牧师很早结婚 很早就生小孩了 所以很烦恼 这句话好像真的是对我讲的 不知道大家听起来有没有什么感动 说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 每天都在烦恼这个 哎呀都不够用的 上帝这个主耶稣做这个比喻 跟我们讲说什么 不要求这些东西了啦 吃啦喝啦 感谢神了 现在食物很充足 衣服也好多 你知道吗 穿不完的 这一切你们不用求的 这是必须生活必须品 不要去求 天父都知道 就像我们做父母的都知道 该缴学会的钱都把它预备好了 再怎么苦的把它拿出来 都预备好了 该怎样的都已经预备好 这个不用求 这是必须品 神都预备了 我们要求什么 求祂的国和祂的义 就是站在神的国度里面 神的国度是丰盛的 上帝都知道 属生的儿女 天父都会照顾祂的儿女 供应充足的 这是人生的考验 所以这次过去给欢乐 过去真的是很烦恼 每一天都烦恼 业绩不好 收入就没有 收入没有的话 家里面要吃什么喝什么 哎呀账单一大堆怎么办 这些都不用烦恼 穆斯当时是很烦恼的 但是你看烦恼也是这样过的 烦恼是多余的啦 真的是感谢神 所以呢烦恼多做到筋疲力绝 躺平了 躺平贪了 就给他躺平了 坚强的人可以再爬起来 不坚强的人是怎么样 不管了啦 不务责任了啦 我就是这样子的啦 甚至呢 甚至什么 我就是有病了啦 我每天都跟医生约会了 我每天跟医生约会 所以呢 好这个就是筋疲力绝的时候 也有配方 神的药方说什么 主耶稣说什么 一起来读 烦恼鼓伴众伴的人 可以到我这里来 我就是你们的安息 我心里柔和煎杯 你跟他们的课 学我的样式 这样请你心里 右臂小小安息 筋疲力绝就需要休息 得力量 得力的来源就是你一定要休息 得力再夫归回安息 一定要安息 但是呢 现代人常常失眠睡不着 一睡不着 免疫力降低 整天苦边都来啊 身体降低 就是主耶稣说 跟他 跟随他的人啊 可以得安息 怎么样 柔和 心里柔和谦卑 放谦卑 护上帝所给我们的一个使命 亲神的护二就是一起 不是我们一起的 不是我们各自单独的 被我们这个生活的重担 乃是主耶稣 共同与我们一起来承担 我们人生道路上 所要承担的一些的责任 一些的使命 主耶稣与我们同在 他帮我们扛起来 看看后这个图片里面 很清楚的 实力点在哪里 主耶稣在前头实力的 我们只要好好的跟着 心里先放松 心里先放松 好 这里 疾病病痛 这个人人都有了 我真的很 从阿宝的话里面 阿宝也很棒 照顾妈妈说 哎呀 一大把你记得没有病才怪 不痛才怪 真的 身体总是 这里也痛一下 那里也痛一下 我也很感谢 季妈妈从来都没有在喊 九十几岁 我知道他有时候真的是也很 因为都是骨头 我们两个同病相连 医生说是遗传的 骨质疏松症 一个副三点九 一个副四点 副超过 那医生说 这个是你们遗传的 那医生只关注他说 定期 定期来看门诊 我们现在是慢性签 每三个月要看诊一次 上一次说 药都没吃完 就给他取消掉了 医生就马上 你上次找没有来 我说 我今天找不到健保卡 真的 静妈妈的中症症 也不知道跑到哪去了 你看看医生会知道 你没有去看诊 我真的是跟医生 连结在一起 你知道吗 每三个月定期 不去的话 那静妈妈的药也没在喝 那个忧乳盖 三浪趴死也没在贴 所以 真的 那也不得不看 因为有时候有重看的时候 你不能临时找医生 这是要保持关系 所以我们跟上帝的关系 那个热线也要保持好 不能断线 断线的时候临时 凭时 凭时都没有来 来县里 临时就找我去 有时候 关系要好一点 要保持联系 因为什么 耶稣说 诸他以外 别无拯救 因为天下人间没有四下别的名 我们可以靠着得救的 毕竟生老病死 终于有一天 终于有一天要走上那一条路的 那一条路 主耶稣说 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 生命在我 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 唯有靠着主耶稣 唯有靠着主耶稣 我们人生的旅程 遇见试探 这个遇见原文就是 陷进去的 每天不是不要 遇见 每天几乎都有试探 我们每天都是有试探 一句的话语 不知道讲这句好 讲那句话 但是通常我们也会选择 在很生气的时候 口 讲那些不好听的 讲出来的话 都伤到你 伤到自己的话语 就是一个 这个试探里面 明明良心 明明圣灵的感动就是说 来祷告 但是 就气不过 就是不要祷告 就是要发怨言 就是要骂人 所以呢 试探 不要陷入在试探里面 救我们脱离凶恶 对 脱离凶恶 因为什么 这个 因为 接下来还有 因为国度全民人力 都是属于神的 我们只要按部就班的 顺服于他的 按部就班的 甚至我们的生活 我们的动作存留在哪里 都在于神 所以我们尽管来信奉王的神 无论摆在我们面前有多么的一个险境危险 困难 压力 交托 导告 我们一起来献上祷告 天吾我们感谢赞美你 谢谢主 在我们人生在世上生活里多有苦难 主你说 你不把我们从中拉离 乃是让我们生活在其中 体会神里的人力够我们用 神里的恩典够我们用 无论我们出了怎么样的处境里面 有压力甚至工作问题婚姻问题 儿女养育亲子关系的问题 各种问题 在主里面都有出路 在主里面都有答案 谢谢主 保守我们 让你的能力在我们软弱里面更行的刚强 让我们懂得依靠你跟随你 让我们在你的里面得享真正的一个平安 真正的一个得享安息 谢谢主 继续的引导我们 我们也持续的信靠主 跟随你跟随祷地 我们将感恩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